2号就在美费军演开启前两天 美国海军两艘战舰抵达越南金兰湾 这是美军先议战舰在越南战争结束以后 第一次访问金兰湾 不仅如此 美防长卡特还邀请东盟十国海军 与美军实施联合军演 美其名曰是为支持东盟各国 提高警戒监视能力 但有日美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一举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制衡中国 这还没完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李查森 不久前放话说 南海不只是中美间的双边事务 也和很多区域内国家高度相关 美国海军永远都会在南海出现 不仅美国海军要在南海实施 所谓航行自由 美国空军日前也不甘失落 扬言要在南海上空实施 飞行自由行动 美军如此频繁叫嚣 难怪有网友说 他们俨然已经把南海当成自家后花园了呢 好 那我们网络互动平台上 现在可能针对这个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 我们请几位嘉宾看看电脑 面前的电脑上 我这有一个 看能不能推一下 来 请把方明老师的推送 对 就是这个踩着高桥的人生 他说美国海军最近以中国潜艇为驾向敌 在南海举行了专门针对潜艇的军演 还说美军计划在南海 部署最新的F35B这个隐形战机 这次演习就是为此准备的 这个演习主要演了啥呢 美国在南海部署F35是什么目的 这个事指的应该是 前几天美国的一艘两栖攻击舰 好人理查德号为首的 两栖打击的一个打击群 配合两条驱逐舰 在我们南海组织了相关的这样一个演习 据他讲主要演的是反潜作战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了 说这个怎么两栖打击群 原来是准备登陆作战 咱们延期这个反潜作战 首先讲 它有一个需求 因为它知道 来自于水下的潜艇的威胁 是它最大的威胁 其次 大家可不要以为 美国的两栖打击群 只能登陆而不能反潜 因为它是一个大平板 你看它的一个两栖打击群 核心的这艘 这个好人理查德号 这个两栖攻击舰 4万吨 相当于印度现在刚下水 那条航母这样一个排水量 它上面如果执行反潜任务的话 可以打几十架反潜直升机 这是远远超过一个一般意义上的 国家的反潜能力的 所以它有很前的反潜能力 那么至于刚才这个网友所说的 说美国计划在南海部署F35 我想可能这个说法 可能有待于这个商榷 实际上它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美国海军 它那个太平洋舰队司令 那个斯拉斯维夫特说了 说我下一步准备在 诸日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上 跟那个好人理查德是同级 准备首先部署F35B 就是那个垂直起降的四代机 它可能指的是这个 不是说在南海部署 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国人航母不在这转 弄条两栖攻击舰在这转 你说在这转有什么呢 除了要演登陆作战 演反潜作战之外 还有很大的考虑 那就是在它航母上的四代机 F35C没有服役之前 它的两栖攻击舰上 垂直起降的四代机 F35B可能先于航母的四代机服役 那么到那个时候 美国人开过一条四万吨的 黄蜂级两栖攻击舰来 你可不要以为它不如航母 它可能先于航母带着一种 虽然性能有点缺陷的 F35B这种垂直起降的四代机过来 那么它毕竟 由再怎么缺腿 它也是四代机 跟其他国家的装备的三代机 包括我们航母的三代舰载机相比 它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对于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并且做好相应的准备 也许这才是这次南海军演 我觉得最大的看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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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